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真是好科学》 我们今集的题目是《黑洞深度游》 话说我们一众的科学主持 其实都很想去旅行 所以我们今集 即管就飾演《黑洞深度游》的旅行团团圆 和大家漫游一下《黑洞》 《黑洞》我都相信 都可以带给到很多观众的一些 听到好像很遥远 又神秘的一个地方 有些人又会用黑洞去形容 一些食量很大的人 任何食物掉下去 就找不回 即比食物焚化炉更加威力强大 焚化炉都有烟飘出来 黑洞就 那些东西走进去 就算是巡回来 原来黑洞除了神秘 尤其是在戏院或者在一些科学那些 科学那些科学那些科学那里 看到之余 一常生活 我们有时候都会用黑洞去形容一些大食的人 因为我自己讲一下 黑洞真的小小的时候有听的 但又好像没有在学校里 学到是什么 只是知道是否黑色 原来后来又不是黑色 只是一个无光走出来的东西 或者大家会不会都分享一下一些关于黑洞的概念 不过真的大家分享之前 我应该都要介绍一下各位主持先 在我旁边有文豪在这里 在左手边两位 远一点有Helen Helen是一个很热血的天文爱好者来的 据我所知 在学习中 是很好 另外就是有余海峰 也研究过一些天体物理的东西 文豪本身也是 不如我先把波射给Helen 黑洞 黑洞 小时何时听过黑洞 黑洞 小时 其实在我小时 我不说的一年前 香港科普的资讯不是那么多 很多时候是一些科普书 例如太空管看天象电影 展览 再不是以前有两个免费电视台 都有他们各自的英文频道 很多时候可能晚上9点多 10点多就会有这些东西去做 全部都是靠这些地方来的 反而上网会少一些资讯 小时就上到网 你真的很年轻 你看看 是半屏还是56k modem 是什么 是什么 熟悉的同学 就是这样的 那时对于黑洞的资料 其实当时学回来 可能它是一个大质量的行星的其中一个结局 越大就越惨烈 越大就会越 最好结果越壮丽 你讲到什么行星的结局 讲到它是什么意思 这些待会真的要问专家 只不过就是在天上面发光的那些星星 它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它是有些东西挂老秤的 不同想法 一会再问专家 其实有不同种类的黑洞 但是当时我经常有一个想法 觉得很有趣的 就是我们叫黑洞 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 我们看不到它发光或者反光的天体 我们就觉得它是黑色 可见光走不了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是一个洞呢 由头到尾都没有什么资讯 说它真的是一个洞 它只是个天体 我经常觉得它是一块东西 就是此其一 如果一些东西掉下去 那洞又去了哪里呢 是呀 科幻人小说就会说 黑洞吸入所有东西 就会在白洞里吐出所有东西 但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究竟是一个理解还是什么 其实 你要讲回自己对黑洞一开始的理解 就是当然也是看丁字喉的漫画 即是当字美的漫画 是的 全部讲出来 因为黑洞 你一讲这个名字 一定是很多人都听过 但是未必会太理解 但是其实不需要想到太复杂的 如果你想一般人的理解 其实和黑洞在历史上的研究 那个理解是很累近的 首先就要有这个重力的定律 牛顿就1687年出版了那本很厉害的书 所以就讲了黑洞 就是重力理论 你一提就已经提到牛顿 不好意思 David 其实黑洞这个概念 或者这个名字 最最初是谁开始写得出这个词语的呢 我现在就讲到了 就是 大约是18年之后 我记得就是1784年 有一位叫 不知道读得符合不符合她的名字 Michelle 这个英国的天文学家 他就想象 会不会呢 我有一颗星很大 很重的 重到怎么样 如果你要飞离开那颗星 就需要比光速更快的速度 那他们就叫这颗星做暗星 就是Dark Star 就不是一个洞来的 就是一个星球来的 他想象真的有个实在的东西 有些物质在那里 但是只不过它的重力太大了 那连光都吸回来 因为其实那时候 那些人认为 光就不是这些电磁波来的 光那时候就以为光是粒子 所以就很合理地 就可能可以用牛顿的定律去解释 为什么可以吸着光 但是我们之后可以再慢慢讲这件事 因为实际上牛顿 如果你说要去计算黑洞有多大 事实上你是不需要用相对论 用牛顿的理论去计算出来 那条数式是一样的 就是当然背后的推导过程是错的 那文豪呢 我想补充一点点 刚才David说的一些 都是历史的一些最早期的说法 其实你可以想象 就是我们每一个星球 其实你都有隐含着一个 所谓我们的途日速度 就是说你如果快过那个速度 你就可以离开那个星球 你慢过那个速度 你就会跌下来 就是比如你扔一个石头 它会跌下来 比如地球 你扔得快过每秒11公里 其实它就会离开地球 永远跌不下来 所以那时候 就是18世纪的那位天文学家 他就想到一样东西 如果光是粒子 光也有一个速度 就是光速 如果那个星球 它的途日速度 是大过光速的 就是如果那个速度 光速都不能够逃离 那个星体的话 那它就会跌下来 好似想象 即是连光都离不开那个星体 就变成了好像 都逃离不了那个星体 所以就变成了 那个星体就黑了 最早期黑洞 就是这样想 有没有人知道 什么时候开始会变成一个洞 这个字 其实那个原因是因为 就是后来我们知道 原来那些光 不要说是从它那里出来 走过 经过 它都跌了下去 都回不了出来 就变成了好像 什么都跌了下去 因为光其实已经是最快的东西 所以你如果光 走过都会跌下去 那就是你所有东西 走过都会跌下去 而且是出不回来 所以概念上 本身的黑洞 就是说 基本上 里面有什么都好 出不来 外面有什么走过跌下去 也都出不回来 所以就什么都跌下去 就是所谓黑洞 那洞的意思本身 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如果跟回你刚才说的概念 就是有个星体 就是有些人 不停扯任何东西 那就是说 粒子也好 光也好 那就一味 向着这个星体的最中心感 缩下去了 那你言下之意 是不是有些东西缩小了 还是怎么样 其实你本身 你途日速度 就是说 你个星体质量很大 那它途日速度就很高 要 那如果它 就是大的光速 那它就 如果你光 走到最快也好 都出不来 那就跌下去了 其实所谓 当初最经典物理的概念 就是跌了下去 就好像想象 你趴一粒石头 跌下来 那这个最经典的想法 那当然我们现在知道 黑洞呢 其实就不是这样的 这个 就是刚才Dill也有说 因为其实光 就不是真的粒子来的 那是波来的 其实波就没有质量的 那它又不会 真的这样跌下来的 那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要理解 我们现在想的黑洞呢 其实就用到广义相对论 那广义相对论 但是呢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那些光呢 如果它逃离某个星体 它会损失了能量 那如果那些光 它最后去到某一个位置 它损失了所有能量 那便出不来 那其实黑洞 其实也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 那些光 在某个范围里面 它想走出来 但是它走的过程 一路损失能量 就损失能量 好像想象是爬山那样 爬极爬极 已经没有了体力了 那最后就跌下去了 或者出不回来 那所以呢 其实就是 你可以想象 黑洞就是一个范围 那一个范围就是 无论什么跌进去 它就只会被 好像引力那样拉了下去 而出不回来 那这个就是 那个概念本身 那刚才不是说 黑洞原来有几款的 有没有可以很快地 介绍一下哪几款 如果黑洞来说 就 刚才Helen说的 其中一种就是 我们最常熟悉想的就是 星体 恒星它 最后演化到尾 它很大质量 那一般来说 就可能会变白矮星 或者中置星 但是如果质量再大一点的话 它就会塔缩变黑洞 那这种是我们最常见到 或者最常听到的一种方法 另外 另外还有一些 就是我们在微理理理理理里面 都有提出就是说 就是说 叫原初黑洞 就是说 在宇宙最早期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 就是 就是 就变成某些位置的空间 某些位置的质量 特别 就是密 它就会组成黑洞 那这就是原初黑洞 就不是因为星星变来的 而是它本身在宇宙最初期的时候 就已经存在了 那另外还有一些 我们知道星系中心 有些叫超大质量黑洞 那些我们不太知道怎么来的 就是暂时我们没有一个 很完整的理论知道怎么来 但是总不知有一些 说的是 数百万个 数百万个 太阳质量的黑洞 就在这些星系中心 所以 我们的银河是中间都有的 是 没错 我们中间都有的 所以这些就是 你可以大致上 如果你用一些 就是组成方法 或者它怎么来的话 这种分类 另一种分类 就是它本身的特质 它旋不旋转 它不旋转 就是一个普通的黑洞 它亦都可以旋转 因为星体死亡的时候 它会转 转到它 最后变成黑洞的时候 它都会转 所以 这两种黑洞 在特质上有些分别 就是转和不转 大体上分类就是这样 理论上 应该宇宙中 绝大部分的东西都会转 因为 其实转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 你的宇宙里面的东西 都是一些物质 聚集在一起 你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你不会刚好 那么多物质都 平衡 对 平衡了 所谓的角动量 不会一次过 大家一起向着中心点 聚集 有些歪一些 你想象歪一些 那它就会变成了 那个 船窝 所以所有东西 那些东西 一起互相转转转转 反而才是一个平衡 就是 我们想象不到 为什么一颗星会不转 它本身转 最后都会转的 就是在塔素的过程 没有什么理由 会转越快 所以其实绝大部分的沙洞 我们都估计是转的 除了一些原初黑洞 它可能一开始形成的时候 不太转 那有可能是这样 那有没有说呢 会不会说 质量大一点的黑洞 会转快一点 质量小一点 有没有那么快 这个我们可以 稍后讲一下 旋转黑洞的时候 可以再探讨 是啊 没错 因为时间刚好 我们第二节回来 就解答Helen这个问题 各位团友 来到第二节的黑洞深度游 刚才第一节的尾声 Helen问了一个问题 但之前我们就说了一些 黑洞大概如何分类 接着Helen就问到 一些关于星体里面的东西 为什么会转 可不可以再问一次 是啊 身为问题中女 其实有很多东西想问的 就是上一节我们就讲到 譬如说很多不同的天体都会转 其实我们自己的地球会转 太阳它自己都会转 但是如果黑洞会转 的话我就好奇了 究竟它转多快 或者转多慢 其实受什么影响的呢 会不会说 它本身原装的天体 到底有多重影响的呢 那如果你说 是你上一节讲过 那一只 由这个很重的行星 如果他已经死亡之后 塔宿变成黑洞的话 那当然黑洞转得多快 就和这只星原本转得多快 有关 可以想像一下 有个人去踩流冰 那你有没有见过那些人是流冰呢 那就是花式流冰 会转的 那一开始一定是伸出一只手 然后开始转 那突然间 那一个选手就会收起一只手 那他收起一只手的时候 你看到它突然间转快了 就转快了 没错了 那这个在物理学里面 我们叫做角动量的手行原理 其实 不讲这麽复杂的Terms 最简单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总之有一样物理量 是控制那个物体有多转 是的 但是呢 如果那个物体呢 那个阔度越大呢 那它转得越慢 就是一个直径 就是刚才说的那些运动 因为它的脖子是不变的 在那一刻 但是它伸长了 伸长了 那它的直径就会大一点 就不当是密度 是一个纯粹是一个阔度 或者是直径 是一个阔度 可以这样说 所以你想像是 塔缩变成黑洞 那行星本来是这么大的 那就越来越小 那就缩变了很多 就越转越快 所以就转得很快 其实我们很难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很大 幅度很小 其实有没有什么 日常生活的 sample 至少可以给我们有一个概念 但是其实小成点 黑洞好像都有不同尺寸 知不知道地球有多大 大概知道 四千多公里的圆周 半径都六千四百公里 记错了 对人来说 都算大 如果地球变成一个黑洞 你猜有多大 就是强行地球按成一个黑洞 不懂 猜一下 你说得这么夸张 应该不是城市的 scale 是吧 应该是再小一点 应该小到没有朋友 能不能折下我们的厂 一定能折下 能不能折下 能不能折下 银包 折下 要大一点 银包也能折下 就是说是一个所谓事件窮界 就是一个事界 或者是简单的 其实黑洞就是一个范围 就是光它出不到来 刚才说的那个范围 其实刚才David说的 就是他计算的范围 大概有多大 其实黑洞 你可以想象的 其实它一点而已 待会我们讲这些特质的时候 我们会听到一个叫 就是叫larity 就是那一点 奇点 奇点 有人叫基点 其实就是说一个很小的 因为它所有质量都集中在一点 是的 但是如果你说黑洞 我们就不是说那一点 那么简单 而是说一个范围 那个范围就像David所说的 就是有一个区间 就是光它进去出不回来 如果你在一个范围以外 就不用那么害怕 你跌不进去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在一个里面 基本上你就没有可能出来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那个 那个世界的半径 主要就是和黑洞的质量有关 就是这样 就是越厉害的 就会越阔 还是越厉害的 你可以这么说 超大质量黑洞 那个视界是很大的 你觉得你距离它很远 但是其实你已经被它拔住了 是的 你可以这样 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黑洞深度游 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在一个视界里面 只可以在外面兜圈 里面都可以游 但是出不回来 游游下 会不会不小心滲了下去 例如你可能游游下 谁知道游下游下 原来你已经去到沿岸边 比较白一点下去 就是我们这个旅行团 听起来都好像有些危险性在这 可以讲一下 就是 等一下我想我们都会再补充的 就是有时你看这些科幻片电影 有些人银行船 冲进黑洞里面 是 一定是为了一些刺激临场感 就怎么穿过 我的飞行员就说 就是穿过黑洞 然后就开始震了 然后警报就会响了 实际上 如果根据最初 外印斯坦的计算 你是不会知道你自己进了黑洞里面 是不是会像是很静的水的漩渦 你直接什么都感觉不到的 应该 不应该是震的 反而是很静 还是因为已经死了 所以你不知道你进了 和你在空间里走路是没有分别的 你不会觉得你进了黑洞的范围里面 直到你想走的时候 你才发觉有问题 都可以这么说 要你还有时间想 其实这些部分 是不是全部都是计算来的 因为我们基本上 没有丢过一个探测器 进去黑洞里面 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其实究竟是怎样 大家都是笔上计算去做这件事 来到这里 就真的要追问一下 因为刚才第一节David就讲过 最开初科学家怎样想象到 可能就是透过计算 就知道有黑洞这一样东西 但去到什么时候 我们真的有能力去观察到 黑洞这个范围的东西 其实这件事都挺有趣 因为你刚才都说黑洞 就是它没有光走出来 其实你见不到它 这个其实都令到我们 对于科学有些想法就是 我们经常说见到它 它就知道它存在 那黑洞我们其实没有可能见到它 那我怎样知道它存在呢 那我们就要透过一些 就是透过一些间接的方法去判断 那我们就会看一下 它周边的那些东西 怎样运动 那比如刚才David说 有些太空船可以走进去 其实这个在现实上 其实比较难 通常它周边都有些东西 旋转 就是加热 其实不是那么平静 你不会想过去的 是很热的 可能在放X光 即是热到 可能是几百万度 甚至是 所以这个其实是不存在的 不过我们可以透过 周边这些东西的运动 其实我们可以判断 里面中间有多少质量 譬如举个例 在大概几十年 二、三十年前 我们在文台中心 我们都猜 会不会有一个超大质量 黑洞在里面 那我们怎样去判断呢 就是看它附近的星 兜着它 那个轨道 然后去计算它里面有个中心 那么 有一个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发现 后来 其中一个人 就是他负责去做这个研究的 拿了2020年的物理学罗贝尔奖 这个就是他最初 2002年 在《Nature》一本书 发表的一个图 其实是很难得的 因为你可以很难找到 一颗星 它可以在银河中间 可以完全 一个完整的圈 完整的周围 中间就是人马座 A星 那个就是估计黑洞的位置 那些XY族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个空间 就是我们望上去这个范围 是一个轨道 就是地球围绕着太阳转 类似 那些Data Point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星 它每一年 每一个时间 它的位置 就好像一个椭圆形 一个很漂亮的椭圆形 兜着中间黑洞的位置 当然黑洞不在中间 因为椭圆形 其实兜着那个点 会在一个椭圆形的焦点位 一个椭圆形有两个焦点位 黑洞就是身处的其中一个焦点位 就是人马座A星的位置 就是没错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 看着这个颗星 我们叫S2 给它一个名字 去看看中间有多少质量 因为我们如果能够找到一个 完整的轨道 那我们就可以用牛敦物理也好 或者是广义相对论也好 计算中间有多少质量 那我们发觉中间有几百万个 就是太阳质量 而这个图也会见到 就是不仅只有S2 附近还有很多 S3 4 5 6 7 原本S2就是右边那里 那我们现在就发觉 S2旁边都有其他的星 就是左上角有很多不同颜色的 没错 左上角你见到很多轨道 是吧 那我们可以夹起这么多轨道 嗯 再确定一些 其实中间的位置 其实有多少质量 就是每个星都计一次 发觉那个质量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中间的范围有限 对不对 那在这么小的范围 有这么多质量 在以我们所知的物理的知识上面 是没有东西可以做到这件事 唯一黑洞 那所以我们是排除了其他可能性 那变成就是我们可以 叫做confirm 有一个极大的质量的东西 那我们就认为是黑洞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方法 这个是不是一个常用的做法 这个是常用 其中一个常用的做法 但是如果我们说其他黑洞 那些不是那么容易 而有东西兜着它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 可能会有一些东西 高速转弄 然后也是判断里面有多少质量去判 其实主要都是这样估计的 因为这个我们很幸运 就是我们自己的银来的中心 那一来我们就近了 就是10万光年 很近的东西 那如果你说第二些星系里面 其实我们现在 天文学家发现 估计应该每一个星系中心 都有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看那些 那些星系里面的星星 怎么围着它转太远 那么 近来呢 就有一个争议的 刚刚出炉无奈的研究 就是类似 但是就不是说超大黑洞 超大质量黑洞 很难道 就是说一些行星质量的黑洞 就大约是十几个太阳质量 那么重 我们就叫恒星质量黑洞 那就是发现了一个 一粒星 就发觉它放出来的光 有些红与蓝与的现象 那这个代表什么呢 红与蓝与就是 譬如我有一架救护车 向着你来的 那些声音就会是 我们所谓的蓝与了 因为高音了 那如果当它离开你之后 就是低音了 我们叫红与 那光又同一个 是的 多普拉效应 那光又同一个多普拉效应 那我们发觉那些光谱线 那粒星就在那里移动 那所以那些天文学家就觉得 但是现在旁边没有东西 那为什么它围着什么移动呢 那就觉得 没有理由 可能是黑洞 但是这个就有些真语的 是很新的研究 所以大家不要尽信 但是这个部分都只是 一路在说它周围的东西 其实有没有一些很确实的证据 那一块很大质量的东西 就真的是一个黑洞 那意思是我们要 看着一些东西掉下去 出不回来 其实都是跟刚才所说的 我们排除了所有可能性 事实上科学做的东西 是什么呢 就不是说走去证实一个理论 是走去排除一些 不可能的理论 而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漂亮的 去表达了科学的这个精神 就是因为真的人类是很少 有时候是可以很肯定告诉你 已经排除所有东西了 因为很简单的 就是只有两个参数 它几宽 那个范围 第二就是那个范围里面 有多少质量 这个很肯定的 所以根据我们物理的知识 是没有可能有其他的不同的选择 所以一定是黑洞 这种环法的现代物理是这样的 你都看不到电子 你怎知道电子存在 其实都是透过这样的方法 就是我们知道电子的理论 然后发觉所有观察都符合电子的理论 所以我们相信有电子 同样我们有黑洞的理论 而我们看到很多观察的东西 都符合黑洞所有预测 各样东西的理论 所以我们相信黑洞的存在 是基于一些这样的间接方法 基本上现在的绝大部分科学家 都相信黑洞存在 只是问题就是 黑洞的质量多大 或者在哪里 这个旅行团开始来引人入胜 我们第三节回来 再讲多些关于黑洞的观察 各位团友 来到第三节的黑洞深度游 刚才第二节 我们已经靠两位天体物理学家 就越讲越离地 我们应该是时候再接近少些黑洞 看看它究竟是什么样的 最近我们是不是有些观察 大概知道清晰些 黑洞是什么模样的 大概 是一个全世界很多不同地方 一起参与的一个观察 就是一个Event Horizon Telescope 一个计划本身就是 那个其实就是因为黑洞 本身 刚才David也有讲 其实那个范围很小 就算你说超距质量黑洞 范围大一点也好 我们现在的望远镜 其实都很难真的看得到 那么小范围的 那个世界的范围 所以就要借助很多不同的地方 每人拍一些 每人拍一些 类似你可以想象的 就令到整个图像可以清晰一些 和好一些 后来就出了一幅 举世震惊的图 就是一个黑洞 我们说第一张的照片 但其实那张都是很多的资料 砌在一起 然后做出来 我想问 它那个图像是一个橙色的圈 它很有趣的 它那种橙色 其实是不是我们 看到的那些可见光 其实应该就是很多物质 因为刚才说黑洞里面 那些东西出不回来 但是那些东西可能 排着队进入黑洞里面 我们是不是有个图 可以给观众一起看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一个电脑模拟图 你可以想象 有很多物质排着队 跌进去 因为很多东西都会涌进去 因为引力太大 要跌下去 但是不是你想跌就跌进去 那就是要中间繞一圈 问豪团长我不想跌进去 但是可不可以解释多一点 那些光线飞一下 发生什么事 就是跌进去 所以有这样的光 就是你未跌进去前 要繞一圈 繞一圈 繞一圈 繞的过程会摩擦 周围的物质 那就会产生高热 所以你看到那些光 其实都已经去到X光 或者加玛射线 这些能量区域 所以颜色就是做出来的 给你看得清楚一点 但是它会不会有可见光的波段 都可能有的 但是主要集中在一些 非常高能量的部分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吸积盘 就是accretion disk 就是说那些东西跌进去之前 它要繞一圈 和其他东西摩擦 就会产生热 而这个亦都会放很多X光 这个亦都是间接的观察方法 就是我们去处置一些黑洞 我们夺到一些这样高能量的光 有可能那个位置会有黑洞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真是不懂所以问 刚才提过 阿文豪提过 这个事件事件 望远镜 这么大型的项目 就是整个地球上面 就是东南西北 都有很多的望远镜 一起同一时间去看那个黑洞 不一定同一时间 看同一个位置 所以是拍这个黑洞的照片 所以就砌到这一幅 应该是叫做高一点解像度的图 或者我补充一番文豪刚才说的 因为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出动的图 就不是真的那张照片来的 那个是NASA的研究员 用电脑模组出来的 那大家如果有看到 买了一出科幻电影几年前 那张照片里面就有差不多的图像 你想说Interstellar 是的 因为那个真的 是一位拿了 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 他做顾问的 事实上那张照片是他写的 他真的用电脑去模拟黑洞出来 这一幅就比较漂亮一点 可能比电影里面更漂亮 另外就是可以补充 就是刚才文豪说 是一个吸迹盘来的 应该好像类似土星环 你想象的那个行星被它扯爛了 那就变成一个盘了 随快 但是为什么上下都有呢 上下都有呢 那个就不是说真的有些东西 好像包着黑洞那样 因为我们第一支文豪说过 就是说因为它那个重力太强 那它连光都会被它拉扯 那你看到上下呢 其实是后面的光来的 就是说那些光是向后 本来是向后进发 我们应该在这个方向看不到的 但是因为它被黑洞的重力拉回头 那么U-turn 经过黑洞上下给我们看到 总之看到那个会发光的一条条的线 就是拉扯的作用 而那个黑洞其实就在里面 在中心其实很小的 很小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中间黑色 其实就是那个 就是视界的位置 其实没有光什么都没有 那外面那些就是 那些东西排着队跌进去 那么就在那个产生了高热 所以其实很多科幻片就是说 就是我们进入黑洞了 那其实这件事呢 其实某程度上都是很难发生 因为你没进去之前呢 你很有机会要经过那个吸迹盘 那那个是高热 有很多加码射线 有X-ray 那其实你没进去 已经被一些射线 就是烧着了你 首先就死了 然后再埋着就碎了 是的 我们的旅游车是顶得上的 那我想问呢 如果真的跌了进去呢 那其实是会发生什么事呢 不是说有个什么 spaghetti的效果 是不是 那个跌进去之前 那个跌进去之前 其实就是那个吸引盘 就是一粒行星 跌进去的时候 那你想像应该是个波来的 一个行星 为什么会变成一个盘 就是因为被它所谓的潮直力 去拉扯 就类似是 就是潮直力都有份贡献 我们地球日常见到的 所谓潮直 所以就叫做潮直力 那同样的版本 就发生在黑洞的附近 就将呢 你可以想像 你的波跌进去的时候 因为它近黑洞那边 它感受到的重力 就会强过另一边 所以就被它扯长了 如果那个星体是一堆面团 刚刚拆好了 那当这个面团 埋到黑洞那个世界的时候 那一端就开始炆了 那就不断炆一条面出来 就像以大利粉那样 扯着 扯着 不知道多少个圈 基本上被它扯到 分解成原子了 就是一个你可以想像 你跌下去就料 就会变成一堆原子 冲进去这个黑洞那里 那里 但是会不会说呢 我都是忽发其想 就是扯着进去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组织出来 就是假设我们的旅行团 不意跌下去 变成意大利粉 下了黑洞 有没有方法 就是将这些 拆散了 乙粉 原子 砌回我们人 和我们这条 旅行中的太空船 就是在想像着 基本上你跌进去 就回不了 刚才那个光也出不回来 但是它在里面 它一路跌 向着中间的Singularity 那一点 就向不断进发 一路在那里进发 那样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说 入了那个范围 扯散了也好 其实某程度上 任何生命都没有 就是它已经是一个原结了 就不用再那么多想像了 你可以这么说 所以很多科幻片 某程度上 就是拿了 可能入黑洞 可能某个位置出回来 就是这种这样的概念 但是实际上 你在物理世界里面 其实你没有进去的时候 有大量的物理现象 令到一个人 其实根本都没有可能生存 刚才就是讲的 意大利粉化 你已经扯到一条条散了 那还有高热 高温 然后跌进去 翻不出来 其实都 每一个现象都会 令到你基本上 不能够再继续去参与这个旅程 你这样讲一讲 我们这个黑洞 心度 我想缩沙 我想回头 我挺好奇的是 有这么多东西 跌了下去 你当原子化 有什么都好 一大堆东西进去 其实那堆东西 会变成什么 它会参与了黑洞的质量 其实黑洞 就只有三个物理量去描述它 我们在现代物理学 我们叫做No Hair Theorem 就是说中文就语得噁特些 没有无定理 它就只有三样东西 这个定理就是 你只有一个黑洞 只有它的质量 就是外人看到它的质量 看到它有没有电荷 就是电荷 第三样就是角动量 刚才讲的 就是旋转 你只是看到这三样东西 其他的资讯 就不会在外人看得到 所以 如果你任何东西跌了下去 其实你就会帮助了什么 主要就是MAS 就是帮助了黑洞 就是增加了它的质量 那就是它更扯力更强 没错 所以一个黑洞是会成长的 就是会成长的 你越多东西跌下去 它就不断成长 刚才讲的超大质量黑洞 在星系里面 有些人就估计 其实就吸了很多东西 就变成了一个超大质量黑洞 但是近代很多研究就发觉 其实你这样吸 有时间都吸不到现在的质量 所以他也相信 可能是一些不同的黑洞 就是两个三个 一十个黑洞 透过一些合併 就是合併 就变成一个这么大限 就是质量黑洞 就 rather than 那些东西跌进去 慢慢一路供给它的营养 到今天那个质量 有段时间都跌不下 那么多质量 因为讲到几百万个太阳的质量 这个就和文刚才讲的黑洞结合 就和我们几年前 也是很轰动世界的发现 就是这个听到重力波 那么重力波就是这个重力 爱养斯坦说这个宇宙就是四维的时空 那么就是时间和空间都是差不多的东西 所以就里面又会有些连雨出现 那就是因为重力的关系 那么想象两个黑洞那么重的东西 如果它们互相环绕 接着结合的话 那么它就会搞到这个时空很混乱 所以就会引发到 放出一些叫重力波的问题 那么第一次人类就真的听到重力波 那么为什么叫听到呢 因为我们通常用的看字就是看光的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将那些重力波 转化为我们听到的频率 那么所以通常那些福利文学家 就说我们是听到重力波 那么这个是人类史上第二次可以用 一个基本的作用力去观察这个宇宙 第一种就是光电池作用力 第二种就是重力 所以这个也可以算是一个直接的见到黑洞的证据 不好意思因为我人类的语言有限 听到或者探测到黑洞的直接证据 因为其实你都是在研究一些数据 你看到光其实都是在研究数据 只不过你人不可以直接听到这些时空的震动 但是人是可以看到这个电池场的震动 所以我们才说看到才叫见到 听到就不算了 但是这个也是关系 因为第一个发现的重力波 就是由两个几十倍太阳质量的黑洞合在一起 那么你想像两个50 譬如两个50 我不记得应该是一个六十一个三十的 加上去差不多一百 那你可能接着这个一百 就和旁边的一百又合在一起 那么很快升上去 就是几何级数升上去 就变成了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 估计 但是这些黑洞是否永远都会存在 就是当宇宙继续去扩张下去 那个跨度越来越大的时候 究竟那个黑洞是否它继续都是这样 但是为什么我又听到好像说 黑洞是有某程度上会有蒸发 会可能缩细回 这个就是因为涉及到霍金复射的问题 因为呢 其实有趣的地方就是量子力学 就告诉我们那些空间 其实那些粒子会突然间出现 突然间没有了 那么在黑洞的繁围里面 它都会发生这件事 突然间出现突然间没有了 但是黑洞的引力太大了 在它出现它未没有之前 就一粒就拉了下去黑洞里面 另一粒就会弹出去 这个我们就所谓是霍金复射 所以这种能量 其实是会抽走黑洞的质量 小部分 这个就是所谓黑洞蒸发的现象 所以长久下去的黑洞 不断会放这些辐射 它会令到最终黑洞的质量 会越来越少 不过速度很慢很慢很慢 就是搞很久 有新思年都看不到一个黑洞 黑洞越重就蒸发越慢 所以越小黑洞其实蒸发越快 这个也是第二个障碍 就是刚才说 穿过了 就算你的太空船穿得过去吸池盘 你都还要面对黑洞的边界 这个所谓的霍金复射 即是怎么都会有能量散失了 可以这么说 所以都不用想着可以砌得回来 你可以说掉下去的东西就会被它复射出来 好 暂停一会 现在我们第四节回来继续 各位朋友来到第四节的黑洞深度游 刚才第三节我们还在说黑洞 好像不断扯到处的东西 就增加自己的质量 就可能越扯越大力膨胀 但是霍金又好像告诉我们 理论上有些东西又慢慢揮发走 其实我们有生之年 是不是真的有办法去观察到 蛇微的希望观察到 会瓦解消失宿逝的黑洞 问好 刚才我都说了一点关于霍金复射 刚才我都说过 真空本身会有一些 粒子突然出来又走 一出来又走 但黑洞的结构是特别厉害 就是因为它的引力很强 所以就算它在一个世界里面 粒子突然出来 它在未消失之前 黑洞就扯了一粒 另外一粒就扔了出来 所以这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以前一直以为 黑洞就是只有吸 只有跌下去就没有了 但原来霍金 它有一个这么沾身的想法 就是因为量子力学 黑洞原来有东西可以写出来 它就好像有一句金句 就说其实仅有办法出来 是的 就是你会看到 我们找黑洞 就不只是找周边的东西 就可能会不会量到 有何货金辐射 或者这些都可以 能够找得到 但是当然了 这些货金辐射 是极度微弱的 我们暂时来说都没有量到 但是这种辐射 对不起 是一种什么的辐射 我们有机会量到呢 主要都是加马射线 或者是一些电子 正电子反电子 都会有这样的粒子走出来 但是主要我们现在计算 都是希望用加马射线去计算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稳 如果是一些原初黑洞 假设我们刚才第一节 第二节的时候也说 一开始宇宙形成 可能有些黑洞 产生出来 而这些黑洞 那个质量可能是很小的 就是不像刚才 就是之前说 那些星体死了之后 那些有几个太阳质量的黑洞 如果是原初黑洞 那些可能是整个小行星那么小 就是比地球更轻 就是就近地球的 有没有一些近近的给我们看一下 有机会的 就是有些科学家就说 会不会 其实可能在我们太阳系里面 都有好像小行星那样的质量 的原初黑洞 太阳系里面有 就是你讲的是那些小行星大 或者远一点 可以拍大一些朋友来的 没错 因为那些可以这么近 因为其实原初黑洞 质量可以是说 14次方的黑洞 其实跟那些小行星差不多的大小 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复金复射其实是可以度得到的 就是因为它看到蒸发过程 那我们有机会 如果能够真的捕捉到 又在我们附近 那我们其实是有机会可以见到 不过暂时来说没有 这个都是科学家希望 有一些 就是有个希望 就是想想 但是要解释到 为什么在太阳是形成的时候 在碎片那里竟然会形成黑洞才行 这个其实原初一栋就可能周围都有 是 那你有好彩你便找到 飘了进来 是的 但是很好彩 不过我可以补充朋友说 如果跟加马蛇线来看 为什么 那些科学家就说 我们有机会 秘来会在 但是有新之年的科技都未必得 是 是 是 很矛盾 因为我本身就是做加马蛇线的天文学 加马蛇线的天文学 就比较难去真的看到一个影像 因为加马蛇线的本身的本质就是 你整个望远镜也好 它直接穿过你的望远镜 那你最知道不到 所以我们用其他方法去探测加马蛇线 去重组影像出来 用一些统计的方法 所以 你要看一个这么微弱的霍金辐射 还要是来自一个这么小小行星的质量的黑洞 你想像还比我刚才说 地球产生出来的黑洞 就一个SIM卡这么大 手指甲这么大 你小行星这样的黑洞 那就是超小 那你还要看得这么准确 我们现在暂时的 最新的加马蛇线的太空望远镜 都做不到这件事情 另外我刚才说霍金辐射 就是霍金讲的那个金句 我一定要讲一下 就是 因为霍金大家知道 就是他患了漸动人症 又过世了 他一生就研究黑洞 和沃尹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他就说 你看看 用他自己的例子 看看我都可以生存这么久 本身的医生就说他只有半年命 所以他就用了这个霍金辐射 去做一个鼓励那些人不要放弃 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好像在一个黑洞里面 很绝望 那你想一下我 连黑洞都可以有出路的 因为有霍金辐射 但是如果那个出路呢 就是当是丟了东西出来之后 是不是这样你收回一些霍金辐射的粒子 你砌不砌得完原装 我掉了些什么进去的呢 理论上你可以砌出来 但是你会用银量 我想你想问的问题比较像是 你会不会可以收回同一个人 掉下去那堆原子呢 但是理论上 你拿的那些资讯是只剩一半 还是 就是它剩下一些原子的数量和种类 因为霍金辐射噴出来的 就不是原本的原子来的了 就像文豪所说 就是在黑洞的世界附近 突然间产生出来 不知为什么会产生出来的 总之量子学说会产生出来的 那些虚粒子对 其中一个掉下去之后 另一个就会变成一个实质的粒子 在我们远方观察者的角度来说 所以那些粒子是全新的了 但是如果你说 拉到它讲资讯呢 其实也是和霍金有关 因为霍金它的理论很厉害 就是它将黑洞的表面积 和这个我们经常讲过的一个概念 叫双 就是有几混乱的程度有关 那双呢 原来和资讯是有关的 当然那些细节就是专家才会理解到 老实我都不是太理解了 但是资讯呢 就是应该要在资讯学里 是要保存的 守行的 就是好像物理量 基本物理量那样会守行的 所以以前那些细节学家 就觉得没有理由 如果你掉下去 出不回来 就是说我们的宇宙的资讯少了 资讯少了就类似 你想像等于这个双降低了 那就是违反热力学的定律 所以霍金发现到这一件事 亦都可以说拯救了这个宇宙的理解 因为原来资讯是没有消失的 只不过用另一个形式出来 所以你的问题 如果你说转这么大圈来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不行的 继续不回一个余海峰出来 都继续不回一个Helen出来 就是资讯可能用其他不同的形式 就是增大了 所以变成了这个问题都复杂的 这个问题还有很多人认为 因为始终霍金风势未证实 就是如果他证实了 其实霍金是拿了罗贝尔奖的 应该可以 但是因为这件事未证实 也未找到 所以其实整个图片 其实都不是说很肯定的 所以大家对这件事来看 就是觉得是对的 但是又未至于说我们一定觉得 一定正确 所以这里还是有很多争论的 其实对于黑洞来说 其实很多这些争论 比如有些 你们可能经常听过 白洞有黑洞 应该有白洞 应该有虫洞 对不对 懂那不是 那些有没有听过 有些不同的 听人们说白洞 就是黑洞吸 血 白洞吐 吐的 就是博着 以前很多动漫 就是说去穿越 长时间的宇宙 长距离旅行 但丛洞 我也是看丁字头漫画学的 当着你一个 我尝试一下去解释一下 當日那位主角 他們那兩位主角 可能以一張很平的一張紙 比喻為宇宙的一個空間 然後你從這裡走過去 直去當然要很久 但是當那隻藍色機械貓 那張紙摺起來 摺起來的時候 彎曲的時候 找圓屋一摺下去 經過這個所謂它們叫做 蟲洞的結構 就可以瞬間 由A點到B點 當時用來解釋它的法寶 為什麼可以穿越長距離時空 時光機 是啊 其實這個你可以說 這些所謂的百動蟲洞 其實就是一些數學解 即是不存在的 有些人怎麼看呢 有些人認為數學解的存在 就是物理上的存在 這個是有些人這樣想的 有些人又認為 數學解的存在 可能物理不存在 所以這個爭拗點就是 究竟我們見到數學解 對 那是不是就等於有呢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這樣想 就是因為 黑洞本身都是數學解 就是廣義相對令的數學解 最初 那些人見到 有個黑洞解 但是 好像沒有見過這些東西 所以就懷疑不存在 但是後來我們現在知道 似乎有存在 所以那些人就很覺得 咦 我有個解 又真的出現 會不會其實那些 所謂的蟲洞解 或者所謂的白洞解之類 會不會其實都是可以存在呢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爭拗 就是 我想可不可以追問一下 其實白洞 是不是真的好像 Helen所說 是有東西會吐出來的 你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出口 但是它 它由黑洞走出來嗎 有些人可以這樣想 就是說 黑洞 跌了去 在某個 所謂黑洞走出來 但是又不是蟲洞 它蟲洞 其實只是說中間的過程 它由一個 黑洞 在另外一個地方 走出來 你可以想像 那個所謂的白洞 就是出口 你可以想像 那個蟲洞 就是隧道 可以想像 就是因為 這個是時空的結構 如果黑洞 其實你經常看時空的照片 就是 地點下套 但是有機會 另外如果是一個黑洞 又是一個頂 剛好是兩個 是連接了一個時空 其實有機會就可以這樣走出來 如果你假設你沒有耳粉化 沒有被加碼射線 那些殺射 即是假設你能夠順利地進去 其實理論上 有可能可以這樣這樣出來 不過很多物理學家 認為這只是一個 數學遊戲 可能 不存在這個可能性 剛才講的 我們講的可能 也是 包合很多層的可能 才有這個理論 所以這些可以說是科學界裏面的科幻 如果不是研究這一方面的理論物理學家 就可以聽了就算了 但剛才我們不是較早的時候提過一個 i字頭的電影 是不是就是講這個這樣的原理 所以他們才奢望著去到一個 我想電影裏面就不需要太過深究了 概念上其實是似的 就是它進黑洞 在另外一個黑洞出來 那你中間那個時間 你可能去了幾百萬光年以外 理論上你要用幾百萬年以光速才去到 但是你用黑洞的方法一出去進 就可以散卻了那些時間 但是始終你經過那個重動 走到他旁邊又回到那部Interstellar 那部戲 那一來一回其實 他回去想探個女兒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時間是過了錯了才是 而且好像就是你其實是計算不到 你就是猜猜一下如果這麼巧有那個位 你就說出到去找你想要的新的星系 就是它出氣裏面就是那些很高科技的外星人 或者是未來的人類 它裏面所說的 假設它會計算的 就是它要有個方法去計算之餘 它還要找到方法去控制這件事 但是我們人類現在的狀態就是 就是在連計都未知計 就是我們的智慧根本未到 就是猜猜一下覺得有可能 這樣的狀態 所以如果你說很深究下去 你說是不是 如果你想聽我的答案是是 那我都可以說你是 不過我主要認識的物理學家 或者天文學家都不相信 沒錯 那看來真是 那些科幻電影都是看完笑完就算了 不過那些電影效果事實上 都真是挺吸引 挺令人神亡的 希望這個旅行團一刻動心到 我帶給大家一些愉快的時光 我們下個星期回來講第二個課題 請觀看